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形 照徐克导演的说法 3D三人形 这个徐导演一来就给我们指出方向 说将来你们这电视也得3D 枪枪三人形也3D 3D电视已经来了 到了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对对对 我都忘了 我买的就是3D电视 但是我们电视台放的信号 我们不是3D信号 还没有 不是用3D方法拍 我到韩国去 我发现原来他这个3D的技术 已经做到的程度是很普遍了 所以有3D的电视也必有3D的播放3D电视内容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准备好三人形3D3D版 可是咱们俩还是闻到长得有立体感一些 我是和2D 昨天咱们还谈到就未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说我说2D是不是以后就被淘汰了 进入3D时代 徐克导演昨天讲了一个伪惧说是什么将来连银幕都没了 对对对就全席投影 全席投影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星球大战里面不是有时候会那个皇帝那个Emperor出来是桌子中间趴站出来一个人好像立体的还能转圈跟大家说话吗 对对对那没有荧幕吧对那就是全席投影 我从小时候我听录音带我觉得很神奇 怎么一个磁带就可以把声音收下去 它存在了 当这个传席来的时候你买了一个什么机器你一发按 这个空中出现就是这个星球就在中间转 所以我倒也我想起我们电影学院里常年争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电影到底是艺术还是技术 我知道有一派观点认为就说你们别拿电影当什么艺术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硬件的这些摄影用光这个技术 另一种就是说连如何让人哭 如何让观众感动 那当然你以为是意识什么什么 它这也是一种技术 几分几秒的音乐混入等等 它也是一种所以有一种技术 我现在想看电影 我现在看出一种很奇怪的价值观来 比如说看变形金刚最新的一个变形金刚 老实说我已经看不懂他在演些什么了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是当马戏去看对吧 我觉得就现代马戏好 就他能也很值得值回票价 你计划就影响到马戏 你做马戏的人的感的感觉 因为马戏也是艺术的一种 当然你不能当他马戏不是艺术 对 这问题 问题再点是艺术又是什么呢 你如果连这个音乐的创作 跟这个所谓编剧的技巧也算是技术的话 那艺术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到底都是技术 都是个活是吧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问这种问题 就好像电影它不是技术就是艺术 或者技术跟艺术是对立的 我们常常有这个想法 技术好像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个方程式 我们好像能够计算的很精准 我们常说有些电影很精准 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时候让人哭 什么时候让人笑 然后觉得这就不叫艺术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在工业化在商业化的技术 其实也有他的艺术 比如说大家很多人看不起好莱坞电影 结果我记得中国的电影 中国的商业电影前几年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 不是拍了很多大片 大家都很讨厌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注意到 其实我们中国商业导演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 大部分还没掌握到一种大众叙事的艺术 那其实是个艺术 大家都说Steven Spielberg是个商业导演怎么样 那是个艺术那不容易啊 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技术 但是你不要把技术跟艺术 那么快的对立起来 它不是那么对立的 就这样说吧 其实我觉得用这张纸跟支笔来比喻 技术就是一张纸跟支笔 艺术就是你要写什么内容进去 你会写字不等于会写文章吗 是是是 我觉得关系在这里 说你这笔跟这纸就代表艺术的话 那这空白一片什么 那你比如说你担心不担心啊 你的这个片子里的技术淹没了故事 技术就是你不怕不怕这个笔的这个太好写了 变成你会影响文章呢 我是那个字印得很漂亮 所以影响文章的内容呢 不会吧 呃 你看最近啊 我都不好提名字 有的也是这个港产的一些片子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啊 他太花里呼哨了 你知道吗 这种呃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动物啊 或者一个什么神仙呢 太花里呼哨以后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真 让大家啊实际上就出戏了 被看着就走神了 忘记了你这个故事本来要这个一个是这个 就是他做的不没有说服力 没有真实感 一个是可能他已经把这个故事讲故事的方式变成去掩饰这种 不断的用这个显示他的工具 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故事是为显示工具来服务的 哦就所谓炫技了 这个但是问题是不同的技术 他本身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 就将来就算我们是全息投影很流行了 但我仍然会觉得平面电影 2D电影是会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是立体的东西取代不了 这个很争议性 我我我当然我觉得所有东西在他原来的这种呃原貌里面他一定有他很强的魅力 所以他能够存在又有这么多的这种历史人的文文历史里面支持他出来出现 可是你别忘了这个科技把是很多东西淘汰的很快 突然间你说哎那个雷射盘不存在了 嗯就是忘了 而且可是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会存在 但是大概会是古董级的存在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很多人还在听黑胶唱片 还是还在出 可是他变成一个collectable的东西collectable 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他是一个小数少数的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本身就等于像默片了 今天仍然很多人在看默片 然后现场配音乐不是太多人看 但他变成一种artform一种艺术形式还是有 我记得我今年特别想看一个电影 是今年法国好像刚刚上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电影是默片黑白默片 是最新全新拍的黑白默片 那整部戏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默片时代的一个演员 大牌明星忽然有声电影来了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适应 然后那整部电影就是讲这个大牌明星的 挣扎跟默片时代的衰落 有声电影的来临 但问题有确实这部电影本身是黑白默片 然后他那个速度啊 他用回胶卷那个速度是当年那个速度 而这个戏我听说在今年法国刚刚上的时候很轰动 我就很想看 因为我觉得他我今天看那种那个年代的电影啊 我觉得还是很 可是问题在这里 他的这个电影的出现代表了有声电影的工具出现之后 他 跟有声这个有跟工具有关 他产生出来一个特别的手法 他不是默片 他是有gimic 所以他这个这个噱头吧 这样子 所以如果他是默片的话就完全跟过去一样了 对这是问题在所在 所以我我我讲的是 其实你可能会有这个东西存在 可是那个东西也不是吸引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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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个工具了 对徐大霞这意思啊 未来潮流3d时代不想进也得进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另外就是武侠 这个武侠 我觉得现在也出现几种议论 比方说徐导演拍过这个七剑 我当时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想尝试一下 为什么跟我习惯看到的飞来飞去不一样 七剑就偏向于很实的 血腥的甚至是这样一种味道 我就想起你看叶问什么出现了之后 有些人就有一种议论 就是说过去靠这特技飞来飞去 你都闹不清他练的是什么拳 他说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到当年李小龙 硬瞧硬马 这个比如说你看叶问就是女人拳 咱们说永春的特点 拳拳到肉 实打实的这样一种东西又应该复兴了呢 也好像又产生这样一种争论 因为现在又有人觉得 这个飞的包括张艺谋那些大片也是 就说这飞的 飞的地球都飞晕了 对吧 是不是我们要回到这种 拳拳到肉的站立在地面的 我就是并存的吧 因为我中国就我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够 全世界只有一种东西 我觉得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并存的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幻想啊 创意性的东西挺多的 那你讲你讲武侠片好啊 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种中国的全熟 武俗真功夫的这个电影啊 加上我们的魔幻电影啊 等等东西的题材 就很多存在的不同东西 我讲辽斋 辽斋里面就是鬼鬼神神的一大堆东西 他就就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们文化里面存在的 啊那个环州楼祖那是非贱的 啊非贱的那又是另一个武侠的世界 我们讲的是其实我们讲的 因为每个时代里面 每一个那个空间里面 产生了某种作品 那产生某种技术武侠的技术 因为他的他的他的重要性 所以存在流传下来变成个流行文化 所以这点上你说武侠是什么样的话 其实武侠等于等于是很多可能性 而且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这么丰富那么多厚度的一个东西 能讲的东西是很多啊 他们说武侠是不是就拍完了 我说还没开始的啊 真的就很多人说这个武侠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去看一我们去去访谈某个全派也好 那个一个一个中派也好 他们讲的东西我们电影里面讲了一点点 你说永春嘛在夜问里面就讲了一点点 你说你都去访谈过 对其实我当时我也认识这个他们的后面的这个师傅的这个永春师傅掌门人的他们的立派的人 其实这个事情很早就有开始要拍的东西 夜问啊 夜问啊 永春啊 洪泉啊 这种东西 在讲起洪泉他很多一些权利啊 一些所谓新俗啊 一些我们讲的是他们一些 比较重要的他的这个武德 武德啊 等等东西 我们 我不知道拍多少部电影成成把它彻底讲完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一点点的讲 其实还讲的其实只碰到一点点而已 闻到你的分析啊 为什么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导演这么痴迷武侠呢 这不奇怪 因为武侠是中国最成熟的类型啊 就从文学讲的话 比如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西方文学类型文学 所有大众文化都要靠类型建立 比如他们有恐怖的传统 侦探的传统 间谍 对不对 魔幻 科幻 那中国唯一一个我们本土出来 能够有一拼的就是武侠嘛 就是武侠嘛 对不对 李小龙啊 对啊 就是武侠嘛 我觉得是武侠 武侠当初武侠小说并不被人当成文学 对啊 所以他是大众的吧 所以这所谓类型文化嘛 而且我觉得武侠好玩一点 就一讲武侠就不能不谈江湖 而江湖是中国人世界里面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他有时候是想象的 觉得我们觉得可以把正常理法秩序 世界下一切不能存在的东西扔进去 但同时他也现实存在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前阵子去桂林啊 在那边听到一个事 我就特别有意思 我看一个桂林的一个老的一个园子 是过去南明政权 曾经最后在那停在那边 最后被尚可喜啊 吴三桂那边联手干掉了 那当时呢 清朝呢 就要那些明朝剩下的那些官 你们留着继续当官 当我的官 因为他们不够官嘛 对不对 要管那些苗族壮族 不会当地语言说你们去呢 他们也答应了 最后几百人 在临上任前带着一家老小 全部出家 这叫逃禅 然后怎么办呢 清朝不怎么办 这就是江湖 就说以前中国人就算是王朝 极权王朝啊 他会觉得哎呦 你顿入空门了 对不对 对他庙里面了 山里面 那就不是我管的了 那我也拿你没办法了 就中国以前江湖 为什么那么多出家人 跑来跑去 那个那个太有趣 所以我就想问了 就你这次又拍龙门客栈 我觉得龙门客栈 已经变成一个 从胡金泉以来变成一个 中国的我们文化 呃电影里面一个想象中江湖的 一个隐喻一个象征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当初胡金泉导演 他想的相当精彩是 他把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空间 把所有人放进去 然后在里面讲我们的武林世界 那武林世界牵涉到东场西场 对啊 特别大 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武侠电影 跟历史有关 而且讲的特别的很很有这个研究 就是说东场啊什么人啊 做什么事情 等等东西 开始我们觉得啊这个有跟我们产生 一个很强烈的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那个是那么小的一个房子 所以他变成一个经典的一个符号 在那里 后来我们在呃 90年代再去重拍这个龙门客栈 后来我叫新龙门客栈 因为我当时我我跟胡金泉在拍笑江湖的时候 在一起一年时间就讲剧本 讲笑江湖剧本里面 就每天晚上我必然有一段时间跟他谈他的电影 我就问哎呀这个侠女怎么开始想侠女呢 那个镜头里怎么拍呢 龙门客栈你怎么想到龙门客栈去了 啊这个龙门客栈里的人物怎么回事呢 就他就讲到这个很久 我其实我就当时我觉得啊 如果有时间了我把它记下来可以出本书 关于胡金泉怎么拍他的电影 可是里面讲到龙门客栈我就提出我说 我看龙门客栈无数次 因为我那时候十几岁 对龙门客栈觉得这是很兴奋的不得了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武侠片就是这样子 看无数次之后经过念大学 然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论文 是用英文写的论文讲中国武侠片 里面讲到龙门客栈 后来我说我在想着想来我就问吴金泉导演 我说我其中我觉得有个想不透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他发配龙门 就刚巧龙门地方有一个核战 刚好就有忠诚之后在等着等他 这个这个等等东西能够生存 那个地方的情况之下 而且又在东厂朝廷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外 这人又什么人呢 我说可不可能是黑店了就是 那就他说也可能我这个黑店 后来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来重新写过一个电影叫做黑店 由胡金泉导演来拍 里面就讲把龙门客栈重新 这个故事重讲一次 这批东凉之后带去进入黑店 他也答应说好 就拍《向江湖》身体健康有问题之后 就这个事情就就停下来了 后来吴思远就问我说 这个可不可以拍龙门客栈 这个拍龙门客栈 我说可以啊 我其实我剧本的有一个 你看可不可以拍吧 就出现了新龙门客栈 就把我跟胡金泉谈的这种 当时的很多细节东西 我说跟他交流了一下 这我可不可以这样来做 就变成新龙门客栈 所以可是这个东西出来 我们不确定是到底是什么 而也可以 原来改编之后 出来一个新龙门客栈 也是可以变成很多人喜欢的 一个题材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一个魅力所在 换句话说我们好像都 把这个龙门客栈 变成我们的一个缩影 反正我们都挤在一起 在同一个时代里面 一个空间里面 讲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都在一黑店里 没错 所以你知道徐导演他怎么 他创意怎么来 我发现他是一个认真的人 而且像个儿童一样的认真 他要琢磨 孙悟空这一个金斗 到底是翻了两个小时 两天两秒钟 这个店这么样的无巧不成书 是个黑点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说说 而且我觉得龙门客栈 那个最好玩 就是他真的就是江湖 江湖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 那个明朝那个末年那个故事 就是他是一个朝廷 控制不了的地方 是处在权力范围之外的 于是三教九流都要混在那的 然后那里面就是因为他 他没有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 所以那个秩序是很不稳定的 他有规矩但不稳定 他会很剧烈的撞来撞去 于是很多东西就可以在里面发生了 你这就说到他本人了 我就说有有些人对你的解读啊 就说徐克呀生逢乱世 在咱们就回顾过他在越南呢 在香港到了到美国都碰上战乱啊 生逢乱世 所以他电影里设定的虚拟环境 都有你说的这种动荡不安 你是不是很缺乏安全感 确实我是很不没有安全感的 有什么表现 我表现你问我的助手知道我家里的 比如说一些常用的东西我就准备了很多 常用的 对比如说 这个我们讲的洗手间那个赤纸是吧 那个卫生纸 卫生纸 卫生纸 我就没有两层堆一起来 我就不会没有安全感的 其实就是有10个 10个卫生纸在厕所 10卷在里面我就觉得有 如果变成一层我就说没有了 没错再加上去 没错外星人占据地球的时候 他能多截几次大手 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水粮食什么对吧 没错 因为有些笔写写东西的笔 我必须要有 在这笔笔桶里面有放满一堆 我就觉得可以 如果这一只的话 我就很没安全感 所以很多人就骂我说 你怎么会这样这么任性 这样这么任性吗 这用东西就一只够了 那么一堆干嘛的 我就感觉这不对 这怎么是任性啊 这是小心啊 终有一天 结果我说哎呀 这个笔不行 笔呢 没有笔 我说好吧 我就 我说你看 就是我不安 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在这 这是强迫症了 这是严重的强迫症 对对对对 我才发现他有病 哎呦真的 哎你觉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我很正常的 你平常脑子里是不是90%的时间 想的都是跟电影有关的东西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不这样说吧 我想的东西很多都可以放在电影里面 那是不是想电影东西我就不知道 对对对 我懂你意思 我觉得好像每次碰到他呀 说话呀 我总觉得他在不停的思考问题 还不是吧 真的吗 是啊 对你我你我们每个人认识的这个感觉就觉得你好像 他说脑子不知道在搞什么 你说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这个工程 对我们做过没有电影呢 那是没有电影没有想过电影 那时候但是你还是会想些很大的东西 就他他还是就就就一直在想一些很 我看过一个演员邓超对他的一个记录说拍片子的时候 他说每天晚上跟邓涛这个谈戏谈完之后就问他你觉得我是不是个神经病 我他的眼睛露出很多惊讶的这种表情 我说你咱可以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但你是会不停想啊 不过我我老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 因为不论是那个危机也好 他就有地球上的一种环保问题也好 我觉得都需要你担心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每一秒钟都是很有趣的 很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出现就是健康问题啊 突然间不见了他就离开这个人间了 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发生的事情吸引我们去想东西 我觉得这个感觉想东西也许就感觉到我活的这个世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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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